好 那現在的話呢來講 預洗的行程 像我們團購的這一台 它是沒有預洗的功能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做預洗的動作 就像我們這樣子碗盤放進去之後 那像上面這一層的話沒有放滿 那我們想要等到晚上在一起洗的時候 可是你又怕說那個餐具上面 會有一些食物的殘渣 或是容易殘留一些味道 你想要用水先大約的沖洗過一次的話 一樣不用在那個廚房的水槽先做清洗 我們一樣把餐具上面的大塊的殘渣 清潔乾淨之後呢 放到洗碗機裡面來 那我們先把它放進來 擺好之後呢 推進來 好 關上洗碗機的門 好 我們開啟更遠 那你可以選擇任何一個你平常常用的行程 像70度 65度 或者是ECO 50度都可以 那我自己是平常都是習慣用70度高溫來隨洗 好 那你這樣子選擇任何一個行程 然後我們直接按開始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 跑我們洗碗機的行程了 那大概這邊就是五分鐘的時候呢 它就會在裡面把所有的餐盤都先用清水 先沖洗過一次 好 那現在的話呢 已經過了三分鐘了 其實你可以聽得到那個整個洗碗機裡面啊 是有那個水 在沖水的那個聲音 那我大概就是 讓它沖洗個五分鐘 好 那現在五分鐘到了 那我們這邊稍微先開一點點 開的時候先這樣子 開一點點 好 然後這個時候你打開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你所有的餐具 全部都被水沖過一次了 你看這邊水在滴 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把上面所有的醬汁啊 一些餐子啊 就先大約的沖洗過一次了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 做到一個預洗的效果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機器裡面 它是有水在裡面的 所以這些水的話呢 你等一下關機之後 它不會漏掉 它會流在裡面 那等到晚上洗碗機行程 繼續啟動的時候 它會使用這些水 繼續再把它完成 它剩下的洗碗機的行程 好 那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呢 你直接按這個電源鍵 把它的電源關閉 那它剩下兩小時四十五分 等晚上的時候 你再把碗放進去 全部擺好之後 你再重新打開 打開之後 我們再重新按這個開始鍵 按下開始之後 它就會將剩下的時間 兩小時四十五分鐘 把它整個清洗完畢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先預先使用這五分鐘 來做到完成預洗的動作喔